庞统生前最后一季,科宝关羽不死,手段真高明,可惜刘备不采纳,孔明临死才发现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作品持续更新中。 庞统和诸葛亮到底谁更强,他们二人的才能是显而易见的。 如若不然,水静先生也不会说卧龙,奉处得一可安天下。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,刘备得到卧龙,奉处两位大贤,但是却是第一个败亡的集团,问题到底处在哪里。 可以说,关羽施荆州基本上可以算是三国之战的转折点,毕竟这次失去荆州,刘备损失了不少实力。 而且因为关羽死了,刘备他们对东吴发动了战争,失败的他们无疑加速了灭亡的步伐。 而正是这次失败让很多人怀疑,如果其他人来驻守荆州,他们是不是也会失去荆州,像赵云一样,有人认为可以,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可以。 刘备和刘表一起喝酒,酒喝到一半,刘表称赞刘备,说弟弟真有才华,荆州有依靠,但又怕时不时有南岳来袭,还有孙权和张璐,他们都在担心。 这是刘备说道,我有三名良将,这些事情我都能完成,第一个是张飞,可以请他巡视南岳的土地。 并让关羽守城震慑张璐,至于赵云让他封锁孙权,这些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 但事实真如刘备所想的那样呢,也许并没有刘备想象的那么美好。 赵云如果要取代关羽来守卫荆州的位置,也是会失败的,我们也都知道,历史上赵云并不是全部都取得过胜利,最明显的就是与文丑之战。 两人一共交手了50多招,但都没有分出胜负,赵云本身的地位也注定了他无法取代关羽,因为他虽然能力比较强,但一直担任刘备的侍卫,在军队中的威望还没有关羽高。 更别说关羽对于如何治理水军是很有思想的,无论是赤壁之战还是樊城之战,都体现了关羽在水军中的真实能力。 另外,东吴的作战军队也以水军为主力,所以关羽在这个位置上比赵云更适合。 第二点是,如果赵云要求他用兵,他会非常谨慎地用兵,这也是他不如关羽的地方,他只会听从刘备的命令。 但行军打仗却不是全靠听命令的,所以在这一点上,他是不如关羽的,关羽之所以会丢掉荆州,其原因就是刘备的战略错误,这才导致关羽兵败相反。 同时,关羽孤军深入相反地区,刘备却在川鼠座山观虎斗,不派遣关羽一兵一卒,甚至连粮草问题也不顾问,在关羽水淹于尽欺君之后,收降三万降族。 因为没有粮草,关羽也还不得不擅自取了孙权在相关的粮草,以补军须,在史料自治通鉴中记载,宇德于尽等人马数万,粮食罚绝,擅取全乡官民。 全文之,遂发兵习语,看看,这其实就是刘备作为川鼠掌门人的失职,如果刘备支援粮草及时,恐怕关羽也不会遭受孙权,曹操两方兵力的加工。 当然,刘备也得到了应有的教训,那就是关羽败王,荆州益主,对于刘备来说,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。 不但让诸葛亮当年所提的龙中队战略无法实施,而且还让自己十多年的奋斗成绩毁于一旦,其实对于刘备来说,他如果采用彭统的计谋,不但关羽不会过早战死,就连张飞也不会因为关羽的死。 性情大变,最终被夏淑斩杀,在诸葛亮北伐无果,临终之前才发现彭统当年的计谋确实是比自己要高明。 那么问题来了,庞统在生前到底给刘备提过一个什么计谋? 这个计谋真的可以保官与不死吗? 奉出庞统先生在投奔刘备之时是不受待见的,起初刘备只是给了庞统一个磊阳县令之职。 所幸张飞查岗之后才知道了庞统确实是一位大才,这下子庞统才有机会被刘备重用。 刘备知道庞统有真才实学之后,便直接把庞统提拔为军师中狼将,与诸葛亮职位不相上下。 除此之外,庞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决策。 庞统私下跟刘备表明,荆州这个地方常年处于你争我夺的境况, 而且四面发达,并且不适合长期在此处发展。 北边的曹操,东边的孙权都会想办法图取荆州,由此一来荆州早晚必施,加上蜀汉集团本身实力较小, 在当时根本无法跟曹魏孙无相抗衡,由此一来放弃荆州,将整个战略布置到一周,这才是上上之策。 在史料《九州春秋》中有明确的记载,荆州荒惨,人物丹尽,东有吴孙,北有曹氏,顶足之计,难以得志。 从这段记载来看,庞统的主要战略就是要以一周为根据地,迅速壮大才是根本。 然而诸葛亮却是建议先要占据荆州,这一点在庞统看来无异于会让刘备陷入更多的兵力还有物力进去。 从而让刘备无法迅速壮大,还有一点就是,如果以荆州为发展根据地,势必会常年卷入战事之中,即使有机会发展,但是也会遭受战火的袭扰。 在关羽镇守荆州期间,正如庞统所料,曹魏大将乐剑、文聘、曹仁等都与关羽发生过战事,在史料《三国志》《卫书十八》《文聘传》记载, 右公宇兹重于汉金,烧其船于京城,同时,关羽长年与孙吴对峙,并且最后还发生了单刀附会,还有香水化戒等不愉快。 总体说来,刘备派遣大将关羽镇守荆州,的确是劳实费力。 公元219年,修帅军北伐相反,虽然起初打了胜仗,但是最终,孙吴趁着关羽出兵之际钻了空子,迅速派遣吕蒙,陆迅等将将荆州控制。 而关羽呢,也因为在战场之上孤军无瑶,最终失利,本本西退回荆州以待使命,但是当时的荆州已经落入孙权之手。 说白了,关羽在荆州镇守十数年,到头来却是白白浪费了生活还有时间,如果按照庞统当年的提的战略,刘备以一周未发展根本,对于荆州来说,刘备只需要与孙权保持合作关系即可,再者,荆州有少不百姓是刘备之前的民众。 如果刘备一直以仁义之心加以对待,恐怕荆州民众也会向着刘备,而孙权呢,本身与刘备有着联盟关系,他是不会轻易与刘备撕破脸皮的,况且孙无军马只擅长打水战。 如果在陆地之上,孙无兵马的战斗能力也会大打折扣,说不定孙权还会主动跟刘备合作,趁早完成北伐曹魏的战略蓝图。 由此来看,彭统当年所提的战略是完全符合刘备的发展方向的,因为彭统看穿了孙无兵马想要在陆地之上翻起大浪花,这恐怕也是不太现实的事情。 更何况,曹魏兵马哥哥是陆地战高手,对于刘备集团来说,陆地战也是他们的强项,到后中,后期刘备集团甚至出现了,无当飞军,还有白尔兵这样的顶尖作战队,曹魏就更不用多说了。 当年刘备也是亲自体验到了曹魏虎抱齐的厉害了,因此总结来看,孙无在陆地之上的战斗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,这也是为何孙权穷尽一生都无法跨进中原的根本原因。 公元214年,在庞统进取益州的战略之下,虽然刘备得到了益州,但是庞统却在落凤坡身死。 刘备对于荆州的防御工作,他并没有放弃,而是交给了关羽,后来刘备与诸葛亮,法正,刘八等人共同平定川中,发展蜀汉,法正还提出了汉中策战略,说白了也就是收回汉中,然后从中原出兵, 这样虽然加长了战事时间,但是在陆地之上跟曹魏打仗胜算也是五五开。 同时,如果刘备与孙权达成某种协议,就犹如当年周瑜借荆州道扬言公取一周一样,届时,孙刘依然是联盟关系,恐怕孙权也不会拨刘备的面子,毕竟纯王齿寒这个道理,相信孙权是懂的。 由此一来,刘备只需要给孙权好处,便可借荆州道,由此一来,水陆并进攻取曹魏,不但诸葛亮的龙中队战略刻意实现,就连法正的汉中策,战略也是刻意完全利用上的。 诸葛亮在北伐之时,这才明白了当年庞同所提战略的高明,荆州虽然是用武之地,但是常年处于战略核心,换作谁也无法镇守,谁是荆州的主人,就跟他战略合作,这才是王道。 如果想要长期在荆州发展,恐怕是行不通的,除非以一方之力将荆州全部收回,但如此一来,其他势力也会对荆州这块土地日思夜想。 总体来说,荆州这块土地没有强大的实力,根本无法稳住脚跟。 那么,庞统和诸葛亮到底谁更强? 综合性来说,诸葛亮略胜一筹,无论是在刘备心中的地位,还是两人的才识,都不相上下,诸葛亮侧重于治国。 而庞统更优于军事,可论起对历史的影响,还有声望地位,诸葛亮是遥于庞统的,要说两人的才识不相上下, 但树叶有专攻,人各有长。 其实,诸葛亮和庞统两个人是很好的合作体,诸葛亮在治国理政方面是强于庞统的。 荆州之时,诸葛亮就逐理内政。 刘备入川时代的就是庞统,正是因为庞统在军事战略方面要强于诸葛亮,后来一周打下了,刘备又叫诸葛亮去整顿,刘备打汉中了,诸葛亮就打理成都,可见把内政交给诸葛亮。 刘备是很放心的,反制庞统吧,他不是不会治理,当磊阳献献令,是他就是不爱治理,他的有点体现在打战谋略战上,打个一周就能放出上中下三侧。 相比这下,诸葛亮打战爱走的是稳打稳扎的路线,虽然厉害,却仍略逊一点,如果庞统没死,两人好好合作,蜀汉未必没有机会一统一天下。 可一旁统命太短,走得太匆忙,所以没来得及给蜀国留下大贡献,就打理下荆州攻下西川,但诸葛亮不同,几十年的蜀汉政权,他倾注的心血太多,功劳自然就大了, 所以在国家地位上来说,彭彭远不如诸葛亮,后人能记住的也是诸葛亮比较多,历史自然就倾向了诸葛亮。